李娜今天出席通往温布尔登之路活动,在接受媒体采访时,确认自专顶的男主角为胡歌。 今年澳网的时候,人气演员胡歌和著名导演陈可新就在现场观战。 其实早就有消息称,胡歌将在电影《李娜》中出演江山一角。 去年11月底,就有网友拍到胡歌在武汉拍戏的画面,可能就是在拍李娜。 今年2月21号,李娜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杀青。 杀青海报也随之曝光,不过关于女主角的人选还没有官宣之前, 李娜透露会是新演员,并且还训练了一年多的网球。 当然,李娜自己也会为女主角做球剔,重现当年的球技。 此外,曾在《黑天鹅》《不可撤销》《怒火青春》《蝶影重重舞》, 有过出色表演的法国男演员文森特·卡索,将出演李娜教练卡洛斯。 非凡娱乐时事报道。